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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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宵和春节的年糕,端午节的粽子一样,都是节日食品,吃元宵象征家庭,像月亮一样的桃圆,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人。 元宵是北方的教法,元宵在南风称汤圆,圆字,浮圆字,水圆。 由糯米制成,或食心,或带线,日食颇有研究人确实,元宵、汤圆完全是两回事,本质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上。 北方的元宵是滚出来的,南方的汤圆则是包出来的,由于制作工艺不同。 元宵吃起来的口感要比汤圆的更为粗糙,且富有嚼劲,饱腹感比汤圆更强,汤圆的口感一般更为细腻和软和。 。 如果您还可以帮助热写资料,他没有更多了,尽量的汤圆和汤圆。 准备用搭桃好,黄条。 准备用筷子和放入写中的皮屉。 缩毛的贴纸。 叮小杏 好,我去中了一杯茶葉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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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